电动车的本能有很多条路线可以走 增程是一种很实用的方案 但是也有人会觉得它不够电动化 还不够纯粹 除此之外呢 还有像蔚来的换电小鹏的超充 那我个人呢 做一个电动车的一个长期的车主 这里结合我的实用体验 今天来浅浅的聊一下 换电和超充哪种更香 当年的第一代ES6可以说救了蔚来 而这台全新的ES6 我觉得可能相同的故事还要再发生一次 这台车除了尺寸空间略小同时 没有空悬之外 其他几乎方方面面都被刺了ES7 比如说它的充电口终于放到了后面 比如说它用上了ES8同款的隐藏式的后卫刷 而且也用上了多光束的大灯 以及副驾驶的零重力座椅 而且它还要比ES7便宜很多 我们之前会以为呢 新的ES6会采用ET5的那套内饰 现在看起来是我们格局小了 它的内饰和ES7几乎一模一样 同样的藤木材质 同样的后排的娱乐屏 那如果说它可以把副驾驶的安全带 从壁柱上放到靠背上 我觉得会更好 即是一个关乎安全性的小细节 作为其他品牌电动车用户 我确实很惨未来的换电 快速补能都是次要的 最重要的是呢 它可以解决高速充电 开门盒的问题 以及电池的性能衰减的问题 在中国呢不管是整车买断还是电池租赁 你都可以享受到蔚来的换电服务 而在欧洲你必须要使用电池租赁 才能使用到换电站 所以我觉得中国用户还是很幸福的 另外呢蔚来也是表示啊 他们会在今年底之前 在中国再建成1000座换电站 而他们的总量呢能达到2300座 反正我在二线城市重庆 我所居住的位置方圆几公里 大概就有至少三座换电站 如果说我后面还要再换电动车的话 我觉得一定会把未来 纳入到考虑的范畴里面 小鹏G9呢是他们的第一款 800伏高压平台的电动车 而后续的G6也会用上这样的高压平台 那其实现在只要你不是开 丰田验证码那样的神奇的电动车 就用目前的400伏平台电动车 配合现在运营良好的充电站 也能跑到大概100多千瓦的速度 其实速度也并不慢 但如果你是高压平台的电动车 就还是用目前的充电桩 你就能跑到更快的充电的功率 很多人说快充不是刚需 但是我举一个例子 现在用过的那些动不动 一两百瓦的安卓的快充 你再用回苹果二三十瓦的充电 你一定会很难受的 那和小鹏G9它的800伏平台相配合的 还有它碳化硅的一个高效的驱动元件 这样的组合让这台中大型的电动的SUV 有着媲美小型车的一个电号 大概15度都不到 所以还是很让人惊讶的 所以在网上也开始有人说 这台车的续航是在反向虚标 最后我们来设想两种场景 如果说你所在的城市周边覆盖了比较多的换电站 同时你也会经常去跑高速 那么换电一定是一个更优雅的体验 而如果说你平常更多在城市里面来通勤 也没有装加充的条件 那么高效的快充也会有一个不错的体验 归根到底电动车的补能体验还是要因人而异 比如说我自己的那台车 虽然说实际续航只有300来公里 但是因为我装了一个加充装 所以每天晚上可以用波谷店家来一夜 把它给充满 可以说是深藏公寓名了